我就做飯 我就看到一個 看到碗那一做 二男腿一敲 這樣抱著一看 我就看 我就說 你不會做飯嗎 男人肯定要來幫忙的 而且你來找我們 要討好我們 是不是 然後她說 我不會啊 我媽什麼東西都做好了呀 我連市場都沒去過 我就說 我說那你可以走了 我婆婆看著 她很寵她 像媽寶一樣的 是吧 然後我直接跟她說 我說媽媽 我活在做飯 我說媽媽你要對我好 好啊 你要不對我好 我也不對你好啊 我這個老公呢 其實也是在 也是網戀 跟大爺是有點像 其實我大爺也是網戀 網戀啦 網戀 自己啊 你好壞宣 好像在那個微信 那個時候 正好處於那個寂寞的時候 正好她出現了 她說我的 開啟話題了 對 就兩個人就開始網戀了 就網戀 然後就視訊 視訊不準啦 那修圖修整 燈光啊 這角度啦 對不對 就是她第一次來見我的時候 我們就約在酒店 一開門 那個時候 很怕 一百 可能有一百二十幾公斤吧 這就是真的 真的胖啊 我活了那麼久 還沒看過大胖子 這麼胖的 一次看到我老公那樣的時候 我一看 我就趕快把門就關起來 我想 哇 我是不是搞錯對象了 對啊 對啊 這麼大 那個大腿好重 那她視訊的時候是長什麼樣的 視訊的時候就是 視覺上面是沒有那麼大一隻 沒有 她可能 就坐在這邊視訊 她擺在攝影機那邊 超遠 你好 爸爸 你好… 搞了一個哈哈鏡 對啊 然後妳就把門關起來 對啊 我就把門關起來了 我會說 是你嗎 你怎麼了 是我 然後 我就把門給 也就是打開 是她沒錯 妳打開的不是是門 還是妳的心門 然後 然後就開了之後呢 就開了之後 開了什麼 開了門 開了心門之後 要講清楚 我本來以後都我 身體也就開了 然後就 過了幾個月之後 然後她就來男同來找我 然後我們就決定一起生活嘛 就住一起了 對啊 就住一起了 我就做飯 我就看那一個 看那碗那一做 二男腿一敲 這樣抱著一看 我就看 我就說 你不會做飯嗎 我說你不會 我說你不會來幫我嗎 我才抱水餃耶 我說抱水餃 男人肯定要來幫忙的 而且你來找我 要討好我嘛 是不是 那 然後 她說 我不會啊 我什麼東西都不會做啊 我媽 我媽 什麼東西都做好了呀 這好像是台人 台灣男人 看得出來了 對啊 她還吃那麼胖 我就說 我說那妳可以走了 這就是我們大陸女性的一種特性 說妳可以走了 我不養男人 背負公婆就厲害了 我婆婆看著 為什麼我兒子喜 因為我 她的這個小兒子 就是我老公 像 她很寵他 像媽寶一樣的 是吧 然後我直接跟他說 我說媽媽 我活在之後 媽媽妳要對我好啊 妳要不對我好 我也不對妳好啊 哎唷 我的天啊 直接講名啊 對啊 我就直接講名的 哇 妳不對我好 我為什麼要對妳好 長期以來的話 會激怨氣嘛 是吧 那我就 對就會怨氣 或者是按理鬥 因為我沒有時間啊 我做生意的 Mia這個叫什麼 寧願是真小人 也不要 偽君子 我就是這麼很直白 那妳怎麼直接講 有沒有收服了 妳婆婆 收服了 我告訴妳還收服了 就是 我覺得對於老人家的話 就必須要有心 還有一個嘴巴甜 還要 嘴巴 不是 鑽龍作啞 真的 左耳進右耳出 對…鑽龍作啞 什麼東西都當作看不見 就是當作看不見 她做你的 媽媽 媽媽妳煮的飯好好吃喔 對我媽 妳比我媽都好是不是 但是問題我不能接受 公公竟然跟你聊 生小孩的事情 好 因為我跟我 因為老婆 就是公公嘛 他可能就像個 像個老頑童 因為我公公年紀大了 是不是 他畢竟只有一個孫子 而且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小的 他就把我們當小孩一樣 他們覺得我們長期不生孩子 生不出來 生不出來 是不是 知識 可能我公公就這樣說了之後 我說老爹 我害羞了 我害羞了 然後就是 就沒有這些話題 還有沒有跟妳講 媳婦 到小房間 我洗 不會 他變成業了 不會的